李莲英比慈禧小十三岁,乖巧且善解人意,千方百计的讨慈禧喜欢,同时也谨小慎微,不做越轨之事,史称事上已静,事下已宽,如是有年,未尝烧血。 同志十三年,李莲英二十六岁时,被任命为楚秀公长岸首领大太监,从此飞黄腾达。 李莲英作为大红人,不给别人带来威胁导致警惕,也是其深宫大院之内长青的原因之一,慈禧非常喜欢和依赖李莲英,不仅每天见面续话,傍晚时分经常跑步溜弯,逐步的就离不开这位太监的陪伴了。